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 11月17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在生活中 你是否曾经感到无助 也无人能依靠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 祈祷与反思 旧熟的羔羊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末世录第五章 第一至十节 我若望 看见那座与宝座者的右手上 有一书卷 内外都写着字 用七个印密封着 我又看见一位强有力的天使 大声宣布说 谁当得起展开这书卷 开启它的印呢 但是 不论在天上 地上或地下 没有一个能展开那书卷的 没有能阅读它的 我就大哭起来 因为没有找着一位 当得起展开那书卷 和阅读它的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 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达卫的苗艺已得了胜利 它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印 我又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 并在长老门中间 站着一只羔羊 好像被宰杀过的 它有七个脚和七只眼 那眼睛就是被派往全地的天主的七神 它于是前来 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右手中 接了那书卷 当它接那书卷的时候 那四个活物和那二十四位长老 都俯伏在羔羊前 各拿着贤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 这香料即是众圣徒的祈祷 并唱新歌说 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 和开启它的印 因为你曾被宰杀 曾用你的血 从各支派 各异域 各民族 各邦国中 把人赎来归于天主 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祭 侍奉我们的天主 他们必要为王 统治世界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默示录的经文 对很多人来说都很深奥 很难懂 听起来甚至很恐怖 其实 面对难懂的经文 我们也不要畏缩 最重要的就是祈求圣神带领 开启我们的信德 透过我们的想象力 五官 经验和感受的存库 教导我们去意识到 天主今天想要如何碰触我们的生命 比如说 今天的经文描述若望 在大哭 因为没有人当得其展开那书卷 和阅读它的 回忆你自己的经验 什么时候 你也很渴望得到某些东西 或知道某些讯息 因为它能决定你学业 事业或人生成功与否 但却没有人能够帮你做到 这样的无助 就是若望哭泣的原因 你明白它的感受吗 经文中也透露 能够阅读这书卷的人 有能力带来救赎 把人赎来归于天主 想象你所爱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和儿孙 有哪些人是特别需要 天主的救赎 但他们却执迷不悟 你为他们哭泣了吗 然而 在无助中 经文却给了我们一个希望 看 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达魏的苗艺 已得了胜利 他能展开那书卷 和那七个印 耶稣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在人类无知 无力拯救自己 及所爱的人时 已经心甘情愿地 为所有人牺牲自己 经文邀请我们不要绝望 也不要哭泣 要信靠他 把最爱的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交给他 今天 你能怎么样表达你 对他的信靠呢 请品尝圣言 不要哭 看 达魏的苗艺 已得了胜利 他能展开那书卷 和那七个印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当烦恼涌上心头 不要烦躁 要投靠耶稣 让他和你一起面对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我们的烦恼和痛苦虽多 但我相信 我能在你内找到解答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面对烦恼时 都投靠于耶稣 因为祂是我们救赎的羔羊 我们明天再见